现在情况来说的话 上方队伍这回合你得硬挨他一波 还不能防御 你只能这个套守护和回血 我觉得要是我 我就搏一搏 我这个下回合我也不 下方队伍我也不回血了 我直接这个我也不甩精灵了 我直接人物去打他 人物如果是用的是爪子的话 直接打他 破掉这个身上的守护 这俩宠为了以防万一 这个宠物敏捷高的宠物 继续这个多弹攻击 敏捷最低的宠物用被武 直接砸 我就不信这个打不死 只要中了就搞定了 完就可以搏一搏 如果这个剧情逆转的话 真的是这个这场战斗 打起来就可就有看点了 哎呀太可惜了 你这 这一脚就白踹了 直接打在守护上了 哎呀这俩宠物全用了被武吗 你这个是 这波有点亏啊 这个 本来几乎都把他打残了 那这会儿血又给他回上来了 那这一下的话 自身的血不行了 你必须得恩惠了 不恩惠下回合就完全不得劲了 那你甩不了精灵了 那么上方队伍的话 现在这好在这回合 是刚才那回合 两个宠被控掉了 被控了以后的话 至少对下方选手来说还能喘一下气 那么这会儿的话 下方队伍的另外一位选手也已经解控了 你可以一个人这个甩精灵 一个人的话这个恩惠 哇塞这位叫做这个MDYU的这位 这位这个玩家的话是在疯狂的抽来几卡呢 抽这么多来几卡呀 他这是想要在来几卡中抽到什么东西来呀 哦这波精灵的话 甩得很漂亮 但是可惜这个直接一波就觉得全解了 而且现在他一方知道你要这个激活他 我觉得这会打他有点有点玄乎 啊没中 这个人物被落马之后啊 他虽然比较防御率比较低也比较脆啊 但是他同时敏捷和闪避率会很高 因为他的敏捷不用计算这个不用被七手拉低了 那他直接就是高敏的蓝屋 蓝屋的敏捷一般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一直都不会给他 他也会记得很高的 不知道通常个身体吗 等等 就是要离开房子的 他还在我身体 他也会看 他就照得结果 以对我身体 你自己得到 他就照顾 他在我的表面 你自己得到 我的 有 不是一万人的认真 有只有一天 爱一个人 像那时尘密一刻在哪里 哎呀全都不动啊这 这就尴尬了 一方五张放松 那么这一波的话 这个拼完之后 我感觉下方队伍 刚才的唯一点的 一点点的曙光 好像是没有了 他现在这个血压力有点大 同时上方的话 这个你也没法控制他了 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看能不能运气好 直接一只宠物打到他 而且是被武打到他 然后再加上一个会心一击 直接把他这个1600的血口全打掉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哎呀被睡了一只宠 那这唯一的机会也已经渺茫了 敏捷就被对方全体下降了 哎呀 差点全被控了 还好这个打醒了 好 那么这回合 我感觉下方队伍不行了 你这已经这个被控制 你这已经被打成这种样子了 我觉得对方都是满血 干脆直接放弃散了 那这波不行了 这波 里面grounds 你这波 这个动作了 如果说你要学会唱的话 不凡 找我要课持哦 说 让我做一些问题 这位选手真的是 这两位选手现在你是在做思考吗 怎么动作这么慢呢 我又不是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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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از으 ommt Es 在热情这首歌只有我会唱 关系就好 摇起来 学了我半个月 双方队伍的话 人物也开始出手了 这有可能是打到弹尽粮绝了 有可能气没有了 都有可能 下方队伍选手 还是这个弃而不舍的在集火中间的队伍队员 其实我觉得很意外 中间队伍队员的话在下方选手已经没有了功能的情况下 居然还能够被他打下马来 我们内核核运气真的很好 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这个没有功能了 他的这个最大的最威胁被减出了之后居然自身这个受到了差 哎呃 比较大的损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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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这几个回合的话 下方队伍他宠物始终被控 也导致了他没有办法集中优势来打 哎呀下方队伍还在做这个争扎 这回合他是放了个守护 我还以为是镜子呢想搏一搏呢 哦这回合有那么一点机会啊 他直接是这个直接是把他给打中了还是200多血 那就能不能再打一下 只要再打一下他就被杀了他被杀了 那么后面就有机会了啊 我们也恭喜这个工程啊工程的话这个把这个鱼村的boss给他 还小灭掉了 我看看这光材这个工程的话都拿了些什么奖励啊 有这个有玩家的话是拿了一天的这个二级会员赠 还有玩家拿了这个零段羽毛黑虎 这些感觉都不都一般啊 这关键是有活力呢 多弹攻击 全部哇塞这波给力啊 这波空了两个这个宠物啊 两只宠物一个人物 下核和有戏 只要这个他没把血线拉上来 哦这个有个守护在上面 哇太可惜了 这个守护如果没再上去或者慢一点的话 他就被杀了 呃那么这个破啊 多弹破 我觉得完全可以孤注一致了 这个人物一宠物一块上吧 你看 你这人物一块上 敏捷膏就一块上啊 这个完了以后的话 这个宠物 宠物也用多弹攻击啊 然后就把最敏捷最低的宠物的话 用个被武就完事了 全部集火 我就不信打不死 我补了个水属性 你还不如恩惠他一下呢 或者套个守护也行啊 再套个光啊 静静靠杀杀也行 啊 这块守护已经破完了 而且身上还有个电流 这感觉是要避死的节奏啊 这是 看能不能出手了 啊 对方的话也是用多弹攻击 我觉得这一波很有戏 很有戏啊 非常有机会 踹中了 最烂只有251点血 你这251点血 你怎么带了个1呢 你要不带1的话 这数字就不好听了 呃 哇塞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啊 那么最回合的话 是个转折点 第49个回合 下方队伍的话 终于把这个局面啊 打回2v2了 现在这个局面 已经从3v3打成了2v2 我本来以为 下方队伍的话 这个已经没事啊 但没想到打的这么顽强 而且的话 还成功这个把局面 给他搬回来了 现在赶紧稳一稳啊 刚才的话是这个 呃 要孤注一掷啊 所以拼的比较凶 现在的话 赶快把自身 如果有状态的 没上的就赶快上 现在的话是 对方啊 这比较尴尬 而且对方这个人物 好像哇 又被控了 哇塞 这个局面要逆转啊 这要逆转 现在这情况来 真的要逆转 哇塞 全部控完 这是什么 这个神乎奇迹的睡眠呢 哇塞 继续被控 哇塞 又有一个回合 再拼一波 你赶紧用被武啊 赶快被武 被武才是关键 这块控制技能 我觉得一个宠物用就行了 另外一个宠物用被武 控制技能 血打的少 被武血打的多呀 甩波被武 直接搞定了 我现在都替这个选手的话 着急 你赶紧动我 对